欢迎来到主任的科技屋 没错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几款实用的AI换脸工具 并且对他们的整体的使用效果进行一个打分 如果你也对AI工具或是科技资讯感兴趣的话 请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么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测评吧 好的我们先来介绍第一款软件 Inside Face 这款软件它主要的功能包含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人脸识别 第二部分就是个换脸 它的官网也是比较简单 主要的功能都在GitHub上 我们可以来到它GitHub官网 它是项目地址 它是一个开源的 也就是说可以支持我们部署到本地服务器 有注意到在4月1号的时候 它支持着这个Sweeping Demo to Discord Bot 也就是说它支持了Discord的机器人 所以一待会儿我们可以在这个Discord的机器人上 演示它这个效果 然后我们直接谷歌搜索 这个Inside Face Discord 就可以找到它这个机器人的邀请链接 点击就可以将我们这个 Inside Face的机器人 加到我们自己的服务器上 这边我也是已经加好了 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个机器人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一个命令 很简单一共六种命令 从上代下分别是这个删除所有ID 删除单个ID 然后所有的人脸的list的列表 然后存储一个人脸的ID 然后设置当前的ID 然后以及交换人脸 这个Site ID有什么用呢 这个Site ID就是说我把当前的这个脸 当做是我默认的这个人脸 那么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我现在拿我这个人脸 当这个默认的人脸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任意一张图片上 去右键 然后选择APP 选择这个Inside Face 然后就会一键帮我们去替换掉 可以看一下 就是一键就可以达到一个替换人脸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之前设的这个所有的人脸 一个是我 一个是彦祖 现在可以直接尝试一下 试着换一个图片试试 Sweep ID 然后拖入你想换的这个图片 然后用谁来换这个图片当中的人脸 因为当时我已经设置了我的这个名字 所以可以直接换 OK 可以看到了 这个效果 管是把我这个脸换到燕子上 很丑啊 但是效果还不错 就是分辨率稍微有点低 可能跟我给那张图片有关系 当然他做成机器人之后 就会有一个很酷的效果 因为这个同一个频道 你可以拉很多这个机器人 我这里有Mate Journey的机器人 所以就会有一个很酷的效果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Mate Journey去生成 生成一个人物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3比4的 高高比 然后我们的风格化程度 给他100 就是我们可以用Mate Journey去生成一些图片 然后再去用这些图片换我们的这个人脸 OK 我们的Hansom们已经制作完成了 我们试着换一下 Sweep ID OK 我们给他一个 我们先选择一个图片吧 看看哪个比较帅一些 OK 保存好之后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Sweep ID啊 去换我们这个人脸 可以试一下 先来换一个我的人脸上去看看效果 之后呢 同样的我们换一个彦祖的人脸 再试一下效果 我这个好丑啊 我这个好丑 再来用彦祖去换一下 看看效果 不得不说这个彦祖换完之后还是很帅的 有没有 因为他这个 insight face这块的功能是一个demo 他自称 自称是一个demo 你看 在这个23年的4月1号 we move the swiping demo to discord boot 我觉得如果一个demo都有这种效果了 已经很不错了 已经很不错了 看这张效果怎么样 有没有很帅 怎么快速停下一个机器人呢 或者是搜索一个一些机器人列表了 我们可以点击我们这个频道上面的这个名字 然后在这块有一个APP目录 这块有很多优秀的机器人可以看到 但是这里没有搜索不到这个insight face swift这个机器人 可能没有公开 这块理性的说 这个insight face这个机器人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而且他以机器人的这种形式 在我们频道里跟这个made journey去结合的更好 我觉得这块是他的一个优势吧 好的 insight face这块人呢 我的综合推荐指数给一个三颗星 因为他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上手 包括他的一个效果也还OK 但唯一美容不足的就是他这个功能多样性稍微有一点少 OK 今天咱们的第二款AI换脸的工具叫做reface 这家公司呢是一个乌克兰的公司 它的起初是由这个三个小伙伴在玩AI的时候 玩着玩着就发明了一种超级快速且准确的AI换脸技术 你看人家玩着玩着就能把这个工具给做出来 很厉害然后我们看他这家公司主要有三方面的业务 第一个就是这个reestyle 换这个视频或者图片的一个风格 第二个是reface 就是我们的换脸 第三个就是revive 是一个能让图片动起来的一个工具 而且他针对这三方面内容去做了三款APP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应用商店去下载体验一下 那么今天我们主要尝试reface和revive这两款 我在网页当中试一下 首先他需要你上传一张照片 我这边已经上传过了 还是彦祖的这张照片 然后替换的人脸 需要加一个人脸 还是用我万年不变的这张图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好他默认每个账户有五个token 然后基本上每次的换脸 或者是一些其他操作都会消耗一个token 那么我们这边直接点击 这什么呀 我为什么我的脸换到彦祖的脸这么丑 好吧 我们勉强的把这张照片给下载下来 我们再来试一张 我们在insiteface当中试过的这张 试一下 我这有毒吧 然后他这里还支持上传视频啊 我们拿一个视频来 试一下 给视频上传之后呢 他会自动识别这个视频当中的人脸 还是我们替换成我们自己的这个人脸 然后交换一下试试 行吧 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revive啊 这个能让图片动起来的这个 首先还是给一张图 我们就给我们刚才在insiteface当中生成的这张图片吧 OK可以看到这个motion好像只能是用它这里的已经有的这些模型啊 下舞一跳 好吧并没有说是可以自定义啊 那我们就随便找一个 就这个吧 我们来试一下 感觉还可以啊 挺好玩的 可以看到我们的积分只剩下一个token了 如果我们想升级的话 他这里的100个token是每月12块9毛9 现在应该是促销活动减免30% 然后300个token是29块9 说实话这个不是说价钱的问题 我就是觉得这个效果好像有点一般 OK 那么这个就是reface 先说成绩 我个人推荐指数只给两颗星 因为它这整体的一个效果 比较在我这感觉不太理想 但是它的上手程度呢 很简单 整体的一个多样性也是很多 它包括它的这个restyle 然后reface和revive 基本上能涵盖现在很多这个AI的需求 但确实这个效果有点差强人意 好的 今天我们第三个AI工具就是我们的这个Leonardo Leonardo这款工具呢 跟这个stable diffusion和made journey 类似啊 它有这个文成图跟图生图这个能力 并且它有很多的这种训练模型 所以我们今天的换联也是基于它可以训练自己的模型为基础 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试一下 这里我已经创建好账户了 所以直接点右上角 我在白名单就可以进入它这个首页 可以进入到首页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这个收费标准 就是它有免费的一个账户的一个权限 每天支持我们150个token 还有一个并且支持我们训练一个模型 最多保留一个模型 然后我们可以用这个免费账户来试一下 首先点击这个training on the data size 我们先把自己的训练模型添加进去 可以看一下这里我已经训练好了 这块可以上传我们的所有的照片 尽量多的照片 我这里上传的基本上都是AI的 因为AI的效果比较好一些 OK然后点训练的时候 这里它推荐你使用这个stable diffusion 1.5版本 去做训练的模型 然后呢这块这个类别就选通用就好了 不然的话你选其他的 有一些那个图片你可能没法图成图 然后给一个模型描述和一个prompt 然后点训练就行了 因为我这里是一个免费的账户 免费的让我只支持一个训练训练机 所以我这里不可以再点了 除非我升级到这个升级套餐 训练模型需要一小会的一个时间啊 然后它会通用邮件去通知你 然后训练好了以后呢 我们点击home或者community feed 在这里找到我们一些 感觉还不错的一些图片 我们可以试一下 用自己的脸去替换它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因为是免费账户的原因啊 我们在这里是没有办法去搜索的 OK我们找一找找一个帅哥 这张不错 就这个吧 然后一般我在图生图的时候 会把它上一张图的这些参数保存起来 这样在图生图的时候调成跟上一个参数一样的 尽可能还原 好的点击image to image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已经有图片了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是选择我们的一个模型 一定要选择我们自定义的这个模型 以及view OK generate with this model 这样的话就以我们自己训练这个模型 去生成这张图片了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刚才的这张 它的参数 可以看到这个尺寸已经是选择好了 然后它开启了这个prompt magic 但是我们没办法开启它 如果我们开启它了之后呢 这块图片就会剃掉了 它不允许你再用这个image to image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动 这块有几个参数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你的prompt的一个权重 如果设置高了 的话它会以你这个prompt为准 然后就以它模认的7吧 然后下面这个是跟原图的一个相似程度 如果你设置的越高 你越像这个原始的图片 如果设置的越低 你就会越像你的训练模型的样子 OK 我们设一个0.1试一下 点击generate 左上角这边可以选择你 每次要生成的图片 图片越多 消耗的token也越多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块还有一个prompt generation 这个地方是可以 比如说我们给它一个 给它一个简短的词 比如说就是handsome man OK 然后选择你要 智能生成的 这个prompt的数量 它会给你填充更多的这个词汇 OK可以看到这是扩充以后的prompt 会给你一些这个灵感 当然免费账户是有1000个prompt 回到我们image generation 可以看到这两张图片已经崩坏了 我发现Leonardo这个软件经常会垮掉 可能是我给的这个训练集图片太少的事情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生产的一些 这个还不错 但是有一些就会崩掉 然后这个也是 还有这个人顶人是什么鬼 这个它经常会给我生成很多个人 可以看到这块我用的 这个风格跟模型 都是这个 都是我自己的这个micro 这也是多人的 然后你看这也崩掉了 这个地方也是直接给我生成来了三个 迪洛汉吗这是 这也是都崩掉了 这个还不错 好我们再来试一个 看它还会不会崩掉 好就这样吧 像一个上帝一样 还是我们记录一下它的参数 点击这个图生图 我们看一下它的参数 照着调一下 用不了这个化学实际了 所以这块没有办法选那个Dynamic 那么没关系 我们默认试一下 这个提示的词也是很简单 怎么说呢 这个图片是没有崩掉 但是感觉不是很像 然后大家可以在每一个图片下面进行细微的调整 这块有upscale和这个HD mode 这个一个类似那个Mate Journey和Stable Diffusion 类似的功能 大家可以试一下 好的 Leonardo就介绍这么多 我给了一个综合的推荐指数给一个三颗星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效果不是很理想 可能是我是一个浩羊毛的免费账户 也可能是我这个训练级给的太少了 但是它的上手程度也很简单 还有它的一个功能多样性 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这个 它这个画板 AI画板跟这个3D的这个生生器 其实它功能还是很多的 而且它有很多这个feature models 这个等着大家自己去探索吧 关于roop 最开始我想给大家分享这个roop这个AI换脸工具了 但是我最近看到它这个Github上 它已经不再维护了 原因是因为他们团队当中有一个小伙伴 上传了一个有问题的视频 但是不知道这个具体有问题的视频是什么类型的 搜了搜好像说是有关于不同种族的人的一个变脸过程吧 这就不深究了 就说作者因为这件事失去了信任 所以他停止维护了 OK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剩余的三款AI换脸工具 感兴趣的兄弟们辛苦高材贵手 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